甲状腺大家听得多了 甲状腺病亦挺常见的 甲状腺亢奋过高或过低 都经常遇到的病 但甲状腺究竟在我们身体里有什么作用? 九成人以上都说不出 究竟甲状腺是做什么的 今天就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件事 也会教大家如何看甲状腺的严血报告 其实不是那么难的 记得看到最尾 甲状腺我们身体像蝴蝶形的结构 在我们的喉屈下底 在颈前的位置 甲状腺主要分达甲状腺荷尔蒙 一些叫Five watching的东西 跟我们身体其他很多东西一样 这些甲状腺荷尔蒙 都要维持一个很稳定的水平 或者在一个范围之内 我们的身体才可以正常运作 太多也不行太少也不行 甲状腺负责分泌荷尔蒙 它又不是自己控制的 主要控制的中心就是在我们的脑里面 我们的脑里面就有一些荷尔蒙 就告诉我们的甲状腺 我们的脑里面会分泌多些或者分泌少些的甲状腺荷尔蒙 出来才可以 如果我们身体里面的甲状腺荷尔蒙已经旧 或者过了浓 太多的甲状腺荷尔蒙 就会连带一个讯息去我们的脑里 叫分泌少一些刺激甲状腺分泌的荷尔蒙 大家听不听得清楚 脑里面分泌的荷尔蒙 就会叫甲状腺分泌多些荷尔蒙出来 当我们身体里面的甲状腺荷尔蒙太高 会有一个回馈 即是有一个feedback 就去到我们的脑里面 叫他不要再刺激甲状腺 从而减低甲状腺荷尔蒙的分泌 就形成一个平衡 说了一轮都没说到甲状腺荷尔蒙 究竟我们来做什么 甲状腺荷尔蒙主要是来控制我们的新层代謝 那你明白吗? 那你说是新层代謝 那新层代謝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我问10个人 10个人都不知道什么叫新层代謝 新层代謝这个名字 好像文咒咒 很多人都不能从字面 看得出什么意思 新层代謝的意思其实很简单 就是身体把我们吸收了的食物 转化成为维持身体运作的能量 这个过程就叫做新层代謝 我再说一次 就是把食物转化成能量 这个过程就叫做新层代謝 Metabolism 你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 你了解甲状腺的病就变得容易很多了 好那我们首先说一下甲状腺抗分 就是甲状腺高 太多甲状腺荷尔蒙的时候 有什么后果或者有什么病征呢? 如果你有太多甲状腺荷尔蒙在身体里面的话 那结果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细胞 它的运作都加快了 因为所有这些细胞在甲状腺荷尔蒙影响之下 它的新层代謝 将食物变成能量的过程就加快了 那些细胞就多了很多能量在用 因为甲状腺荷尔蒙就控制身体很多东西 比如说会控制身体产生热力的速度 那我们是温血动物 我们不是良血动物 起码大部分不是良血动物 譬如今天可能10度、8度计算 我的身体要维持37度 一定要燃烧能量 去产生一些热力出来 甲状腺荷尔蒙就有这个作用 去产生一些热力出来 它亦都负责一些腸脏的收缩 譬如你吃了一些热力 腸就会慢慢地一折一折收缩 将食物慢慢泵到前面 当你有甲状腺抗份 甲状腺高的话 很明显产生热的过程就会快了 所以通常甲状腺高的人 就会经常觉得很热 经常都流汗 周围的人不觉得热 或者天气很冷 他们都会经常流汗 经常觉得很热 因为甲状腺荷尔蒙又会影响肠脏 如果甲状腺荷尔蒙太多 甲状腺抗份的话 腸就会 不停地收缩 收缩得太快 食物都未消化 被它擠出来 便会有机会吐射 控制心跳的细胞 组织 产生能量的速度太快 心跳就会 有心跳的病症 这个甲状腺高 我们现在说甲状腺低 不够甲状腺荷尔蒙有什么病症 其实也非常简单 倒转 如果产生热力的过程 减慢了 甲状腺荷尔蒙太低了 身体产生热产生得太慢了 所以有些时候会觉得 很容易怕冷 人人都不觉得冷 那个人觉得冷 就怕甲状腺低 腸壮方面又是 又是倒转 正常的腸壮愚动 正常速度 甲状腺太低的话 它就慢动作 动动得很慢 大便就推不向前面 就变成便秘 同样心脏 又有相反的影响 跟甲状腺高 甲状腺低的话 心脏可能跳得太慢了 可能隔很久才跳一下 又说甲状腺验血报告 如何看 如果甲状腺验血报告 通常你都看到几个Item 通常会验 由腦内分泌出来的荷炎蒙 叫TSH 叫Fibroil Stimulating Hormone 它就负责叫甲状腺 做多些甲状腺荷炎蒙 这个叫TSH 这是第一件事 亦都会验到身体里面的甲状腺荷尔蒙 甲状腺荷尔蒙 我们基本上有两种 不是一种 一个叫做T3 一个叫做T4 T的意思 其实就是Fibroxen 就是甲状腺荷尔蒙的意思 为什麽又分三和四呢 两种有少少不同 主要分别是什麽呢 如果大家像我这样的年纪都听过 不够典质 就会有大警炮 甲状腺荷尔蒙健康很需要典质 其实这个3和4主要就是甲状腺荷尔蒙 分子里面有几多粒的典原子 T3有三粒的典原子 T4有四粒的典原子 那两者有什麽分别呢 两者的分别就是 T3才有作用 T4不是Active 不产生促进新疹代謝的作用 是T3才有作用的 有些时候比较详细的甲状腺荷尔检查 就会有一个叫做FT3、FT4 FT3、FT4是什麽意思呢 F就是Free Free是什麽意思呢 甲状腺荷尔素也有自不自有的吗 是有分别的 原理就是甲状腺荷尔蒙 T3也好、T4也好 它在血里面不是自己在游离状态 它是黏住一些我们血里面的蛋白质 被那些蛋白质捉住了那些 很明显就不是自由 那些叫做Band 就是说Protein Band 就是被蛋白质黏住了的荷尔蒙 那Free的意思是什麽呢 Free就是没有被蛋白质黏住那些 自己游离状态 只是甲状腺荷尔蒙 存在在血液里面 这就为之Free 比较两种 就是被蛋白质黏住 和没有被蛋白质黏住的甲状腺荷尔蒙来说 被蛋白质黏住那些又是不产生作用的 主要就是游离状态 没有被蛋白质黏住的甲状腺荷尔蒙 Free T3 才能够加快身体的新层代謝 一般如果你驗甲状腺 比较笼统一点 只是驗Total 所有的甲状腺荷尔蒙 所有的T3 或者所有的T4 被蛋白质黏住 和没有蛋白质黏住的甲状腺荷尔蒙加起来的数字 加起来的数字 但是比例是多少 不知道的 但是这个比例很明显是重要的 因为 只是Free 没有被蛋白质黏住的甲状腺荷尔蒙 才有效果的 其实你 主要是想知道 有效果的甲状腺荷尔蒙够不够 所以如果你计算Free的T3、T4 通常是准备的 但是你只是计算Free的T3、T4也好 但是T3、T4在人体里面 它的正常范围上落都很大 它不是一个很敏感的指标 比如说你是有甲状腺荷奋 因为T3的范围很大 尤其是早期未必是升得很高 可能还在正常范围之内 你以为没有 那么你就需要更加敏感的指标去亮度 更加敏感的指标 其实就是脑内分泌的 Fi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TXH 我之前也说过 如果身体的甲状腺荷尔蒙高了 就会有反向的回馈 到脑内 叫它不要分泌那么多TXH 如果在甲状腺高的状态底下 身体就探测到 已经甲状腺荷尔蒙多了 脑内就会收到信息 将TXH 就是将脑内分泌的荷尔蒙 按下 这一只TXH 就比较准确一些 所以通常 就算T3、T4正常也好 如果你的TXH 是低了或者高了 可能都只是你有甲状腺抗粉 或者甲状腺低 那么多指标里面 TXH其实比较重要 大家如果对甲状腺有什么问题 就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今早起床就看到这个频道的订阅人数 终于超过30万 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真的没想过这些业余制作 还要不是财经 不是搞笑 不是旅游的影片 都可以达到这个订阅数 总之都是 多谢 多谢大家 再提醒大家 我新书的第三版 也是即将出版的了 如果之前没买到书的朋友 就密切留意 都是那几间书局有售的 天地图书 成品 三中商 田园书局 香港TV 海外朋友就有好消息了 即日开始 你就可以在香港书城的网站 邮购我本书 他们已经将本书上架了 大家可以去他的网站看看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